中国十大国粹 十、刺绣 刺绣是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术 在中国至少有两三千年的历史 刺绣之物主要是丝绸和丝线 九、剪纸 剪纸是我国的艺术瑰宝 在我国流传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八、围棋 围棋是一种古老的智力游戏 是中国武帝之一的姚帝发明的 至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 七、瓷器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 瓷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 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六、茶道 茶是中华民族的果饮 饮茶、种茶、制茶都起源于我国 在距今七千年前的神农时代 中国就发泄了茶叶 五、汉服 汉服是中国汉族的传统民族服饰 又称为汉庄华服 其由来可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 一直到明代 连绵几千年 四、京剧 京剧是中国五大戏剧之首 腔调以嬉皮二皇为主 用符琴和锣鼓等伴奏 被视为中国国粹之一 清代乾隆55年起 三、中一 中一是中国的传统医学 中医学之中包含中药学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神农长百草 持有医药的传说 因此中药源于距今七千年前的神农时代 二、武术 中国武术即功夫 是中国传统武术 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 一、书法 唯一将古老文字作为艺术的 是中国 这门艺术叫书法 距今约五千年前的圈圆皇帝时代 中国的十大国粹 你都了解多少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